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 本期节目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在你的Home Assistant里面安装和风天气 之前呢,有网友看见我自己的Home Assistant里面 有这样的天气信息 感觉很不错 然后呢,想让我做一期视频 如何来安装和配置这个和风天气的视频 那么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安装和风天气插件在你的Home Assistant上面 好,我们现在开始 首先呢,我安装好了一个全新的Home Assistant 来给大家演示 我们其实一共三步就可以完成这个安装 首先呢,我们把第一步的代码复制下来 然后 我们打开我们的Xshell 登录到我们的树莓派 或者是你的斐讯N1上面 我们把代码 贴到我们的控制台 代码执行完毕之后呢 我们来看第二步 第二步呢,其实就是创建一个和风天气的用户名 我们复制这个网址到我们的浏览器 然后打开和风天气的首页 我已经打开了在这里 大家看到刚才那些文字版的介绍 我会发一篇文章在我的博客 在视频的最后呢 我会把这个博客的网址放到我们的视频上 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才可以看到我文字版的教程 我们选登录 因为我已经登录过了 所以我直接选登录 大家可以按照提示注册 我就不给大家演示注册过程了 登录进来之后 我们看右边有个控制台 然后我们在我的账号里边看 这边我已经有一个现成的应用了 我们登录进来之后呢 是需要先建立一个应用的 然后我们选择应用管理 大家看我这边已经 已经有一个应用了 如果你没有的话呢 点右上角新建应用 点新建应用给你的应用起一个名字 然后选择创建 然后他说我的免费数已经达到上限 所以我不能创建了 其实创建的过程也是很简单的 只要你能显示出一条这样的应用名称就可以了 和风天气这块呢 到此就结束了 我们回到第三步 第三步呢是编辑Home Assistant的配置文件 增加如下传感器类型 然后我们看这边传感器下面有一个平台 平台平台名称叫核Wizer 我们打开 我们CD到我们Home Assistant的配置文件目录 然后我们用nano命令 修改configuration.yaml 我们把光标往下挪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 sensor的传感器 已经在这里了 它是用来显示天气的 我可能把它删掉了 那么我们直接就可以在配置文件的最后添加 这边所有的 代码里所有的内容 到我们的Home Assistant里 粘贴之后 我们晚上看一下 是否正确 缩近是否正确 大家注意这个sensor这个位置 如果你 你配置文件里面已经有一个sensor了 你就不能再添加一个这样的sensor 我们需要从这个位置开始复制 把下面这个platform 复制到你其他的sensor下面 然后我们开始修改这部分 我们在第三行 去掉后面的注释 City这边 城市保留autoIP 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检测到你IP地址是 哪个城市 比如说四川的成都的 然后它会自动显示成都的天气 总之就是根据你的IP地址不同 来显示不同的城市 当然你可以改成固定的 比如说北京上海等等 你可以在这里敲中文 或者敲英文的拼音都是可以的 然后就是我们的APPKey了 在这里呢 我们需要回到网站 回到和风天气的网站 在你新建应用的这个位置 有一个Key 我们把这个Key复制下来 粘贴到Key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按一下Ctrl-X 按下Y 这样呢 我们的所有的配置就修改完了 这个时候我们敲 Python-System-Ctrl-Restart-HASS 来重启一下我们的Home Assistant 然后我们用PS-EF命令 查看一下 是否只有一个Python的进程 现在呢 还有一个另外的Python进程 所以我们再刷新一下 OK 现在只有一个Python进程了 因为我们修改完配置文件之后呢 Python会自动的安装一些东西 如果它安装完成了呢 就就是这个样子 只有一条Python进程 好 我们回到Home Assistant的网页 我们刷新一下 然后我们点右边的三个小点 选择配置UI 然后点右边的这加号 选择加 然后选择这一项 我们选天气 我们输入天气 信息 然后关掉这个开关 这样的话 这边就没有一个难看的按钮了 我们再选实体 大家看 这里面出现了很多的实体 就是关于天气的 我给大家举三个例子吧 比如说我们要把室外实时温度 穿移指数 风向 都添加进来 这样的话呢 右边是给大家一个预览 大家看这里边已经有实时的数据了 室外温度 穿移指数等等 当然你可以添加剩下的更多的传感器在这里 然后选择保存 保存之后点左上角 这个叉叉 这样的话呢 大家看 我们的和风天气就显示在这里了 如果觉得数量不够 你可以任意的晚上添加 如果大家安装完之后呢 上面选择了 显示了很多这种天气传感器 没有关系 怎么删除呢 为了美观 我们选配置UI 然后再点这三个小点点 原始配置器 我们在 Bedge 这个位置 会看到很多的 关于 Sensor 点 风向 等等等等 然后你只需要把 后面 你不需要的那些 全都删掉 点一下保存 之后 你上面的传感器 就会消失 因为上面这些小图标 都叫Bedge 所以呢我们刚才把那个Bedge 只留下这三个就够了 下面呢 你可以随时的修改 添加 甚至把它的位置调整一下 都是可以的 好 和风天气的安装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一定要记得订阅 点赞 转发 谢谢